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和汗淡举照 磨石头 看水来月 望昏后 这么着急都快送包啊 皇上恕罪 这个衣服 是那些宫女弄错了奴才的衣服和首饰 奴才现在就换回来 不适合脱掉吗 怎么不脱了 皇上 奴才原来的那些衣服全部都湿透了 奴才不敢触犯圣言 你过来 你过来 这样你过来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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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看着你了 朕看着你了 你以为呢 皇上说笑了 后宫美女如云 叉子嫣红 奴才 醋鄙无礼 不过就是路边野花 哪敢玷污皇上的眼睛 朕仔细想想 这后宫 百花齐放才是春 乖巧柔顺的美人 朕已经看腻了 像你这样的刺头 倒也挺有意思 皇上 奴才 他妈 你不愿意 皇上 奴才只愿陪伴皇后娘娘 皇上 何必为了一时的兴趣 伤了您和娘娘的情分 再说皇上是帝王 富有四海 心胸宽广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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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皇上 一道圣旨 就能招来天下角色 还肥燕兽 应有尽有 皇上何必抢人所难 只会失了皇上您的身份 看来 你是真不愿意的 家雀如何与凤鸟合群 奴才有自知之明 嗯 思九州之博大西 岂为士气有女 朕是大清的皇帝 九州的主人 天下美人 任朕才谢 又何必为了一个不情不厌的女人 根本毫无趣味吗 是 你是指望朕这么说 告诉你 这是朕 第一次勉强女人 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越是不愿意 朕越是要得到你 皇上 你还要说人吗 皇上 其实 刚刚奴才所说 全部都是违心之言 奴才 其实真的很早就想亲近皇上了 只是因为后宫美人众多 奴才又出身卑微 根本没有机会靠近皇上 所以奴才才故意挑衅 变走偏风 吸引皇上的注意 如今皇上 真的看中了奴才 奴才 十分欢喜 奴才 愿意侍奉皇上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 奴才 不愿意做官女子了 奴才要做贵人 你 你 你的心思倒挺重啊 原来 你一直在等着朕呢 那皇上 您答不答应吗 你这个肮脏的女人 不配上朕的她 皇上 皇上 奴才错了 滚 是 等等 从今儿起 你就是长城宫一个普通的奴才 好好照顾皇后 别再心存妄想 朕绝不会要一个心存不轨的女人 滚 是啊 姑娘 您可得好好谢谢我呢 谢你 您这身衣服 还是我准备的呢 你自己留着吧 我 娘娘 櫻路回来了 请您把门打开 好不好 娘娘 请您开开门啊 不准给他开门 娘娘 皇后娘娘 让她出去 音乐 你听见娘娘说的话了吗 你赶快走吧 皇后娘娘 音乐一路从乾清宫跪着过来 磕了数不清的头 音乐就是为了 回到皇后娘娘的身边 娘娘 您为什么不见奴才 为什么 娘娘 您让音乐进来吧 茗玉 开门 娘娘 音乐听说您醒了 我 真的很高兴 身体康复了吗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给我出去 娘娘 皇上已经下旨 赏免了音乐的罪过 音乐不能再入心者库了 娘娘赶我走 我能去哪儿啊 爱去哪儿 爱去哪儿 长城宫不欢迎你 娘娘 娘娘 您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明明那么担心音乐 如今她回来了 反而又赶她走呢 茗玉 娘娘 茗玉 是不是音乐做错了什么 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为了护着我 你也不会 卷入斗争的漩涡 茗玉 茗玉 你走吧 不要再留在我身边 娘娘 看看我这双腿 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虽然皇上还念及我跟她从前的旧情 对我照顾有加 可是大秦 不需要一个废人做皇后 长春宫虽然看上去繁华似锦 其事 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 任何人都不愿意留下来 你懂不懂 娘娘 你赶我走 我无处可去 我会下一道遗址 放你出宫去 那个家 我不回去 从前我娘 生无而亡 我爹认定我克梦 将我丢下了河 他怎能忍心对待一个孩子 是过路的好心人救了我 姐姐把我带回了家 是姐姐的照料 才让英洛 能够平安长大 娘娘 您带英洛好 就像是英洛的亲姐姐一样 就像是英洛的亲姐姐一样 所以英洛不出宫 英洛要一辈子 陪伴皇后娘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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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洛 娘娘 娘娘 请您不要放弃 只要好好练习 您能走路 也能站起来 就算是娘娘 真的站不起来 你 英洛也愿意 一辈子做娘娘的快招 英洛 你不要忘了我 我也要陪着娘娘 少夫人真好看 杜鹃 如今这天啊 越来越凉 是 杨柳丝丝 弄轻柔 烟驴织成仇 海棠未雨 梨花鲜血 一半春休 这是王庞的爷儿妹 你也喜欢这首词 她是谁 少夫人 那是府里的四少爷 可从未听皇后娘娘提起过 傅茶家四兄弟 前三位少爷都是夫人所生 与皇后一母同胞 唯独四少爷是庶处 先前因身体不好 一直养在老太爷身边 去年中了举人 摘了铜鸣 如今再筹备会事了 大清是马上得来的天下 从不以文士认证 身居高位的大臣 哪个是正经客举出身的 那是 咱们三少爷 如今已生日户部侍郎 前途不可限量 四少爷是远不能及了 快点 得胜 明月姑娘 你们捧这么多礼物 要去哪儿啊 明月姑娘还不知道呢 钟翠宫纯妃主子有喜 皇上赏赐了好些礼物呢 明月姑娘 请帮奴才替皇后娘娘 带个好 奴才就先告辞了 走 走 进来就沉着脸 是谁招惹你了 皇后娘娘 淳妃娘娘有喜了 外面正大张旗鼓的 给钟翠宫送礼物呢 这是好事啊 去我那儿 选一个好一点的礼物 亲自给淳妃娘娘送去 谁爱去谁去 反正奴才不去 明月 娘娘 淳妃素来跟您要好 可这么大的事 长春宫一无所知 她这是什么意思啊 别再说了 本来就是事实 淳妃过来说一声 娘娘只会替她高兴 谁还能嫉妒她吗 事态炎凉 人情冷暖 奴才算是见识了 娘娘 这茗玉也太伶牙俐齿了 娘娘 你会在那里 臣妾恭请皇后圣安 快快起来 不必多礼 谢娘娘 你现在是双绳子 跟从前不同 快赐座 皇后娘娘 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 你现在有孕在身 有什么事情 就吩咐奴才去做 外面风大 免得受寒 皇后娘娘关心 臣妾感激不尽 但不能因为娘娘的关怀 就失礼放肆 皇后娘娘是六宫之主 臣妾有孕一事 应提前禀报娘娘才是 皇后娘娘 这可不怪我们家主子 主子是忽然晕倒 招来太医诊脉 才知道怀了龙四 这不才刚好点 就不顾风寒 亲自跑来长中宫跟您致歉 就是怕您生了误会 对不起 是 玉虎 纯妃 你我之间 无须如此 你的心意本宫一向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 安安心心 把龙四带下来 你 别扯了别扯了 别扯了 再扯术都要被你扯秃了 怎么了 纯妃不来你生气 如今人来了 纯妃平日跑长城宫勤快得很 可自从娘娘患病以来 她就再也不来了 如今这么一来 谁知道是来致歉还是来示威啊 她明明知道 娘娘失去阿哥是多么伤心 怎能如此 怎敢如此 纯妃别说了 皇后娘娘素来照顾纯妃 也是真心为她高兴 你又何必再提起不高兴的事 反倒会惹得皇后娘娘忧心 再说了 等咱们娘娘身体调理好了 照样能诞下嫡子 就你们宽容 只有我一个坏人 行了吧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只要纯妃娘娘不陷害别人 又有何错呢 茗玉 你有空在这儿生气 不如一起帮我做拐杖啊 娘娘 累了就歇一下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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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娘娘 不行 我真的不行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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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郎夫人每次来的时候 她都红着眼回去 皇上 常常偷偷来看您 但是皇上 怕触痛您的心事 每次她走到内院 就偷偷回去了 娘娘 每个人都很关心您 所以不要放弃 好吗 我不会 globe 生命 interfer 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 睁开了眼睛 漫天的雪无尽 谁来陪这一生 好光景 谁来陪这一生 好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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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的爱妃 聪明沉稳 才情出众 若是个小阿哥 一定是聪明睿智 深得真心 若是个小格格 那也一定是终林玉秀 勃勃可人 又听你了 皇上 他说想听您抚琴 想听您抚琴 想听朕抚琴 行吗皇上 行 既然是他的要求 朕自然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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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朕自然从命 表情 明产 这是皇上在扶秦 娘娘怎么知道 身在殿堂之高 心向松石流泉 本宫又怎会听不出 难得皇上有雅兴 本宫若现在进去 难免扰了秦心 不必进去通报 是 娘娘 如今钟翠宫这位主子 十分得宠 他如果真的生下一位小阿哥 会不会越过您去啊 六宫妃嫔众多 皇上要宠爱谁 准谁诞下龙嗣 都是个人命数 听你这话说的 难道要本宫阻碍别人生孩子 如果真的要阻止 本宫可忙不过来了 娘娘 这个时候您还说笑 你想想 皇后娘娘现在生病了 纯妃又怀有身孕 您应该在这个时候 抓紧机会啊 只有您生下龙子 才可以稳坐钓鱼台 傻丫头 现在可不是时候 本宫有一大堆公物要办 走吧 刘河 你吃雄心豹子 胖子打了吗 娘娘吩咐的差事 您也敢划来使诈 娘娘 您让奴才送到府上的皮料 奴才都送到了 全都是极品的料子 派几个人去的 四个太监 可他们拼命恭维本宫的阿玛 哄得他晕头转向 借机讨了赏钱 四个人吞了二百两 你们内务府可真敢办差呀 娘娘 奴才 奴才不知道啊 阿玛他虽蒙皇恩赦灭 得以官复原职 却一样地青年如水 但为了打赏你们这帮狗奴才 连本宫赏赐的礼物 都拿去当了 娘娘赎罪呀 只怪奴才管教不力 奴才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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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该怎么办呢 娘娘放心 奴才回去就处置了他们 再也不敢爱着娘娘的眼 其中一个是你的副手 死了一个就空出来一个 孔雀人选 自然是听 娘娘吩咐 袁春旺 给贵妃娘娘请安 你差遣新者库人的差事 做得不错 从即日起 跟着刘管事 好好地学下 怎样打理宫中事务 不要让本宫失望啊 多谢娘娘恩典 奴才定当肝脑涂地 誓死相报 袁春旺 短短数日 你便爬到了内务府的副馆室 在贵妃娘娘身边 没少下功夫吧 刘总管 您过家 以后 还要请刘公公 多加指教 看着 奴才去通报皇后娘娘 来 咱们 明珞 下去吧 是 姐 听说你已经行走如常 额娘高兴坏了 非要递牌子入宫来看你 可从开春后 她的眼睛就越来越模糊 皇上开了恩典 卓叶天使去复查府里看病 可惜她说 额娘的病已经沉刻多年 治不好了 都是女儿 不孝 连累了额娘 额娘还说 姐姐能康复如初 证明平安府有用 等她眼睛好了 还要再去修 她还希望姐姐在宫里 平安顺利 快乐无忧 父皇 我听皇上说 你的差事做得极好 所以 预备让你去山西历练 短短数年 你从御前侍卫一路飞升 如今 要到山西做巡抚 这是何等的恩宠 可是姐姐有一句话 要提醒你 烈火烹油 花团锦簇 未必是好事 姐姐姐放心 父皇做事有分寸 不会辜负皇上的信任 也不会犹如夫查家的声誉 你对正师一向用心 姐姐一直都放心 只是最近 只是最近 儿情时常到我这儿来 满腹抱怨 差事固然重要 但是 也不要忽略了后方 姐姐 有些事情 该放下的 就要放下 婴落都放下了 你为何不放下呢 难道 难道 你的心胸还不如一个女人吗 姐姐放心 我会照顾好二婧 不会辜负她的 婴落 你就不伤心吗 娘娘的腿好了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有什么好伤心的 我还以为你见了复查侍卫 又触碰了伤心事呢 茗玉 你见过难民吗 难民 遇上天灾 便有许多难民入京 一碗热汤 能换一张卖身器 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 在生存面前 一切都要让步 所以 像我这种出身的人 哪有空为情所困 我忙着呢 你忙什么 做芙蓉糕啊 温盈落 你敢弄走我的脸 看我怎么收拾你 先送去了吗 是 可奴才怕少爷不高兴 他怎么会不高兴呢 傅查家和西塔拉家本是殷亲 一戎俱戎 一损俱损 我跟我祖父通个信 那是互通有无 他那么固扮 这事只能我去办了 对了 我让你明天邀请那些夫人来赏花 这事都办妥了吗 少夫人放心 信都送到了 您瞧 怎么了 少夫人 奴才发现只要你一出了院门 四少爷就悄悄偷看你 已经好几回了 真好 就是少爷的书房 要不咱们回去吧 怎么了 复衡的书房我就不能去吗 可是少夫人 少爷的书房 除了打扫的小厮 从不准人进去的 少夫人 少夫人 手里藏着什么 如采 我问你手里藏着什么 我问你手里藏着什么 少爷 少爷 您可算回来了 怎么了 您快去书房看看吧 清廉都快没命了 二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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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不都看见了吗 把人扶下去 全部都出去 我没让他走 我没让他走 我让所有人离开 就是为了给你留下颜面 你还要继续闹事吗 我闹事 我闹事 复战复衡 你我成亲才不过一年 你天天锁在书斩 从不踏进我的房间 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你说什么 我亲眼看见 我亲眼看见他为你铺床蝶背 弘袖天香夜读书 多么风流 多么潇洒 这我一个人独守空房 你怎么能如此对我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怎么样 那是怎么样 那是怎么样吗 你嫌弃我刚到户部 立足不稳 朱氏繁多 忙得日夜颠倒才忽略了你 但跟那个婢女毫无关系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这一年一来 我天天盼着你 我天天等着你 你又是如何对我的 你答应过我的 你要和我好好过日子 可是你做到了吗 你已经失去理智了 等你平静下来 我们再谈 你不许走 你不许走 你们俩把话说清楚 你不许走 你必须把话说清楚 不杀不合 不杀不合 你还说和他无人 这就是证据 这就是证据 不杀不合 那只簪子 本来是想送给你的 但现在看 没有这个必要了 不合 我保证 我保证 那是糟了 不咀嚷 有关甲 少爷 他人如何 少爷 这 赵师叔 大夫刚刚看过了 少夫人用烧红的铁招 抽得他浑身是伤 你双手的指甲 全都被拔掉了 鲜险淋漓 惨不忍睹 简直是个疯子 我的书房 为什么会有病理进去 原来打扫书房的小寺病了 奴才临时抓了个差 没想到就让夫人给撞上了 让大夫继续治疗 让他好好养生 少爷 少爷 青青 落在我掌心 特别加油 随便 在掌中 结病 相逢 是天使注定 好 '我 尝尽 明明 话那么安心 假装 那只是定理 泪尽 也不能相信 此生 如指帮 拨命 我慢慢的停 雪落下的声音 闭着眼睛 幻想他不会停 你没办法靠近 绝不是太过激 只是贪恋窗外 好风景 我慢慢的停 雪落下的声音 仿佛是你 贴着我脚亲戚 睁开了眼睛 漫天的诗情 谁来陪这一生 好光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